今年11月的亚太金额会APEC将在泰国举办 亚太金额会的秘书处执行主任 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是接受日经亚洲的访问 他说尽管俄罗斯 美国 中国 还有台湾之间 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分歧 不过在APEC当中 这些参与者可以在各种问题上进行合作 合作是什么呢 比如说改善每个成员的能源结构 减少碳排放 像这样的议题 这个执行主任认为美俄中台之间 虽然有分歧 但是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这样的观点您觉得如何 刘老师 当然这个因为他是主办方 主办方当然希望很成功很成功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 其实你看看他访问的谁 反正他泰国人 泰国人他就像我们看到 如果G20的会议 那左科威总统他也讲说 在印尼一定会多成功多成功 结果你看所有的这种国际会议 大家第一个人要是看的 如果不看国际氛围的话 你除了场内职业 当然是场外的两两双边 谁会跟谁见面 谁又谈什么 谁有什么恩怨 谁不跟谁见面 对不对 然后要不然的话 你看当时的氛围是怎么样 例如说APEC过去 今年开过几次都没有达成协议 对面上去 那怎么忽然这次高峰会议 以前的这个部长 几个部长会议都没有成 那这次就忽然就成了 也不太可能嘛 那你说拜登会不会去 拜登搞不好他根本不去 派个代表 对派个代表去 然后那时候俄乌战争 打到什么地步 然后你和两行关系是怎么样 那你说俄国 美国 中国 他怎么合作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有合作 比如说你真的要合作 是不是达成一些初步的 一些贸易上的 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协议 或者是环保的问题 减碳 但是我们刚刚讲半天 现在大家活下去第一优先 你再弄个什么减碳 碳中和的目标 那也是白讲的嘛 不是priority 对啊 所以在这个整个氛围之内 整个世界已经变了 主办方当然先刚刚打气了 就说一定会怎么样多成 但是如果你很实际来看 这可能到时候也是一场空 不不就这个问题 我就请教一下委员 就是大家最近也 这几年也在讨论APAC弱化的问题 就是他的角色 根本没有功能 根本不重要 亦以必知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做不少数参加 可是他几乎没人 很难有约束力 所以他的角色大概就是 拜登还要过他孙女的婚礼 过他80大的时候不去了 所以这个角色 就是APAC他只会越来越 不受重视 因为他就提供一个平台 让个别国家可以用双编会 所以重点是双编会 包括G20也是吗 G20也是双编会 可是G20还不一样 因为毕竟他们常常 他们的同质性比较高 就是比较大的经济体 APAC那个一直性太大了 所以刚刚讲说合作这部分 比如说拜登光是想到东南洋 那十个国家 那怎么跟他谈 那拜登就不想去 就这样了 所以刚刚讲说像合作 这根本就不需要去想了 根本不可能 我认为不会有功能 太难了 因为一直性太大了 事实上能够谈的一定要有一定的同质性 然后对这个组织的共同目标 真的是有认同 我不知道APLS要干嘛 至少还有一个露脸的机会 就是刚才所说的嘛 对不对 好 那另一方面 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 最近看到美国德克萨斯的奥斯汀分校 有一位副教授叫陈喜纳 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就撰文分析说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发表的 这个全球安全倡议 意味着中国的警察在全球扩张活动 并且会提供这个警察培训 还有执法的一些援助 而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另外呢 一位这个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叫夏明 他表示说全球安全倡议呢 反映了习近平的安全观 是跟普丁一脉相承的 都是秉持这个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再把它扩大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Russ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议题最近有引起很多专家 和相关的杂志等等的讨论 对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 另外一个国家派警察来 在当地实行任务有点奇怪了 这个跟传统的 比如说就一个例子 美国的FBI联邦调查局 他在海外会派人 但是那基本上就是跟当地政府做巧克力 做沟通 不是自己去调查了 这个不是跟CIA不一样 我们讲警察单位 因为纽约市 纽约市美国最大的警察单位 他在海外也有派人 因为911之后 有一些恐怖分子这方面 要跟其他的国家的警察单位 沟通合作 但是一样不是去找当地的 就是像我海外美国人 不是去调查我们 那中国这个方式 他们会说这个概念 第一是为住在海外 中国人提供一些服务 比如说要延长 Driver's License 驾照之类的服务 那另外有很多相关新闻 对这些海外警察有一个指控 他们在说服一些嫌犯回大陆去 对 就是要遣返的 对 那这个时候会让很多 不是遣返 就是自己 自愿 对 让他的自愿回去 对 然后会打电话说 我是中国警察 住不管是哪里 欧洲 美国 我要说服你回去 对 那这个会让很多当地政府 会非常非常不满意 因为没有经过 我刚刚说的 不是一个传统外交的方式 来警察单位 国家A跟国家B的警察单位 都可做模式 对 好像他们是单独在国外做行动 那当然会令美国和欧洲国家 非常不舒服 靖哥我们刚刚讲说 全球安全倡议 现在被大家认为说 是中方的新的一个外交政策之一 那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你觉得 这个就是新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 是在博鳌论坛4月21号 这个习近平在那个讲话 讲了六个坚持这个所讲的 我已经跟人家吵过两回合了 四月份的时候发动了一批 这个不 四月份刚开始报告的时候 没有人太多人注意 开始了有些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很多的学界 然后给他的赋予很多的这个诠释 我每次就去跟这些学者讲 你这些诠释根据是什么 他说我这样子去这样解读的 然后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七月份呢 美国几个喉舌回帝 美国之音 这个叫做RFA 还有那个当然大纪元 新唐人这些全部都跟进了 发动第一波攻势 我又跟一群人吵了一下 说你们这个讲的到底对不对 你知道 在十月份十月初又来一波攻势 你知道 我只要提醒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习近平在这里东西 我问了几个关键问题 这些所有学者没有一个打算 第一你告诉我 这六个坚持原来在日 这个习近平已经出过两批 这个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这个专论 请问一下之前在哪里 因为他不是说这一次全部新的嘛 有些都是跟以前的 总体安全官方这样会合 之前在哪 没有一个这些 你刚才写的这些 回答不了 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 没有一个人解释出来 来龙去末 这种学者真是三流至极啊 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个学院毕业的 他没有办法解释出来来龙去末 第二我再问了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去看过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 有挂在全世界 这个中国大陆全世界各国的使馆 他的网站上 假如是中国对外的重要的政策 是不是都应该挂在各个网站 第二 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就是新闻办公室 有没有专门为这个事情出过一个缩帖 或者这个就是政策白皮书 要去解释把它详细 我说那个才准 那个是专门对国外媒体的 对不对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会 有外交学院 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研究所 就是在这个北京原来 奥匈帝国大使馆那个智库 他有没有把它列为学习教材 他有没有出版相关的出版刊物 我说你们今天所有这些研究中国大陆政治学者 人家这个领导所讲的话 没有列为学习的教材 那个就是不重要的嘛 所以大家看得太重了 不是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这些所谓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 对不对 假如是今天重要的党政教材 这个我们在台湾的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ABC嘛 必然会有新华书局出学习教材 每个人都要集中 然后也要研读 我说有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 我说人家连国外交部的这个底下的智库跟学院 都没有把它列为学习教材 你们把它当回是 7月发动一阵的舆论公事 10月再来一阵舆论公事 为什么没有 在中国大陆没有回想 就是你们这些根本就是一群外行在放话 所以人家大陆理都不理他们 是 军武方面的 这个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我快速请教你 军武方面的一个专业 就是因为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他们最近报道说 这个中方正在 在提高歼20战斗机的产量了 要对抗的就是美国隐形战斗机 那去年呢 中方大概是有150架歼20 不过呢 报道当中是说 这个数量仍然不足以抗衡 美国 日本 韩国 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F-35 那在先进战机 就是这个歼20 五代机的建造跟研发上 你觉得目前 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 能够对于美国 同样 这个军力上面来讲的话 对美国的威胁带领有多大 我认为它会有一定的推移作用 但是所有两军交锋 是一个我们这样子用数学来讲 是一个多变数的这个方程式 它只是其中一个变数 我们今天这个不是说是打雷台战 雨量级 重量级 银量级 这个就是这个隐形战机对隐形战机 所以一向来都是综合战力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两军交锋 当做两个交响乐团 谁能把所有的不同的系统 system or system 整个普出一个和谐的乐章 这是一流战役 所以你现在只能看 所以这个国家利益这个杂志叫做 见数不见零 你只有单一的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 当然就是里头有XY 一个方程式有XYZ 很多的变相 你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变相的改变 它会不会变成整个的 就是说推移跟寝塞整个战局 我认为那些都是还要再观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